每个文化都有不同的教孩子方法 在教育方面 西藏民族就有一些很独特的观点 他们希望能培养出有主见的孩子 能够深思熟虑 同时尊重父母 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教育方式吧 第一阶段 五岁以前 根据西藏的观点 这时候应该把孩子当作国王或女王 不该禁止任何事 也不该惩罚孩子 在这个年龄 孩子们都充满好奇 活泼 他们正准备探索这个世界 而且还没有任何相关经验 所以得不出比较和逻辑的结论 如果他们不小心做了错事或危险的事 你应该明确地表现恐惧 然后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 在这个阶段 情绪是孩子很好理解的一种语言 要是你对孩子过度保护 或倾向去禁止他们做很多事 那就会压抑他们的好奇心与敏锐度 便向教导他们无需思考 只需跟随 第二阶段 五到十岁 在这个阶段 父母应该要向对奴隶的方式与孩子讲话 这听起来有点夸张 但并不是要残忍地对待他们 这个时期他们正在发展智慧与逻辑 将奠定未来的人格 你必须为孩子设定不同的目标 并控制他们去实现目标 还有教导他们如果目标没有实现 自己该承担什么后果 这点很重要 孩子们该学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也不用怕交给他们太多任务 因为这年龄就是要学习处理事情 如果在这个阶段里 孩子没有从国王女王转变为奴隶 那就代表他们永远处在幼稚且任性妄为的阶段 长大也不可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第三阶段 十到十五岁 十到十五岁注重的是与孩子平等的交谈 你的确有比他们更多的生活经验和知识 但孩子们要能够告诉你他们的想法 还有分享自己的意见 你可以借由询问他们意见 来鼓励他们独立 不要用命令或禁止的态度去跟他们沟通 因为这时他们已经能学会独立思考了 如果你禁止太多事情 你可能会让双方关系恶化 并让孩子陷入危险的境地 如果你过度保护 他们长大会成为没有安全感的人 依赖他人的意见形式 第四阶段 十五岁以上 这时候 孩子的个性已经完全形成了 你需要的就是给予尊重 你可以提供给他们建议 但不应该教导 这已经太迟了 如果依照这样的教养方式 你会看到独立自主的孩子 且懂得尊重父母和其他人 孩子终究是一个个体 培育出能独立的孩子是很重要的 这也是父母们要在教育上花心思的地方啊